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挑戰的是時間挑戰賽發電廠 不知道什麼是時間挑戰賽的人 可以回去看時間挑戰賽安樂島的影片 等級不夠高無法改滿車的人 也歡迎參考快速解鎖改裝等級的影片 時間挑戰賽發電廠 地點就在洛盛都東邊 標準時間1分26秒6 從地圖上看 最後的部分也太複雜 時間這麼少的情況下 一定是要給他切西瓜的啦 那麼就從白鳥競速版開始吧 實際上前半段也可以切 要進入交流道之前 在這裡就可以直接左轉切上山坡了 對 途中有些石頭 不要碾到了 過馬路時街深很多 有點運氣成分 順利的話可以切回GPS的路線上 繼續往前騎 過了這裡的立體交流道之後 右轉切上山 直接翻山越嶺直奔終點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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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分24秒2 比標準時間快了2秒 嗯... 有點微妙 感覺上8018體等新手神車也能過才對 Oi did wish me by ground with only 趴著2まで 在我各種努力之後 終於找出了更快的路徑 前半到中間都一樣 跟第一場不同的是 一過交流道 注意看我右轉上的坡 從這裡上坡之後 就對準終點直衝 要下坡時靠向左邊下坡 會比較安全 打正1分24秒 最後稍微被圍裡妨礙了一下 不過還是過關了 甚至比百鳥技術版還快 因此我們再用百鳥技術版 跑一次性路線 前半周門 今次就被圍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K!1分20秒2 新的個人最佳成績 真不可思議 不過就是切近3的時機不同 秒數居然能差這麼多 接著來試試街頭惡魔 街頭惡魔不太擅長撬孤輪 但在這關卻很不一樣 首先可以在起跑時撬孤輪 破了直角彎雖然就不行了 但在這裡切上山坡時 又可以再撬一次孤輪 順利的話可以一路撬到上高速公路 接著一樣的地方又轉切西瓜 上山坡又可以繼續撬孤輪 直到終點為止 打陣!1分23秒 真是太神奇的捷克 這關簡直是街頭惡魔的主場 當然還是贏不過白鳥競速版 但對售價9000元的機車 還能要求什麼呢? 真不愧是新手神車 最後我們來試試 新出的曼切之偵查吧 這台機車是佩里克島上才有的機車 售價22萬5 雖然不算貴 但也撐不上便宜 全改滿來跑跑看這次的時間挑戰賽 看看他的性能是否對得起他的售價吧 這台曼切之偵查 有個很特殊的特色 那就是翹著孤輪也能換方向 不用放下輪胎 實在很厲害 這樣的話全程翹孤輪也不是不可能 今天就算是既然 要了解 要解放下輪胎 然後開始 不足夠 成功 不足夠 成功 不足夠 不足夠 有高層 新出身 突然 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跳骨輪能轉彎這點還是很有趣啦 有興趣的人還是能買來玩玩 但實用性就很難說了 那今天就到這裡了 下次再會